您好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黄新化 带你关注为了BNT疫苗 郭台铭再骂卫福部是宿目围观 这是在偷呛郭董疫苗前课吗 学乐园这番话不仅没能止血 反而更激怒郭台铭炮火全开愤怒回呛 他引用三国演义当中 诸葛亮痛骂曹操部下这番话 以庙堂之上宿目围观 电臂之间禽兽实录 白话文旧使朝廷官员无能无得腐朽堕落 似乎是顾虑2024自己的总统路 能够炮打中央的好球 柯文哲选择不挥棒 但郭台铭不满被酸是疫苗推销员 更呛说 当初政府要求让小孩打扮及莫德纳 也是因为爆发民怨 才赶快见了BNT儿童迹行 照薛瑞源这逻辑 台湾的家长们也是BNT的推销员 上海复兽或者是BNT公司他们在说服我们的理由 就是跟郭董在讲的一部分是类似的 郭董应该不会说 在这个时间要求我们一定要来采购 绿营自家人帮忙抱不平 薛瑞源则说郭董是金明的生意人 应该会了解目前态势 不太相信他会讲这样的话 至于外传近期和郭台铭有密切联络的侯友仪跳出来帮腔喊话 这几年我看他也为国为民关心了很多的国家大事 我觉得只要为国为民努力做事 我们都值得给他肯定 BNT的次世代 为什么我们买不到 郭台铭大动作炮打绿营 被视为是2024起手势 来赢几位人选 也借由民意院最多的疫苗题 趁这波赶紧上车 TVBN新闻综合报道 而疫苗的口水战会不会冲击到 正在补选的吴怡龙选情 他回应说选的人是他 不是部长也不是总统 像我妈妈97岁 已经联打了三剂的BNT 我的医院告诉我说 现在台湾一剂BNT都没有 就是这段BNT次世代疫苗打不到 后续延伸蔡政府和郭台铭互杠 也让正在开打的 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 来影响是剑道墙 薛部长他面对民间对于 疫苗政策的建言 我觉得不需要以小人之心 现在民进党政府到现在 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到现在都不思改革 起身开炮绿营 指示民进党北市议员梁文杰 在这时间点反抢郭台铭 说郭台铭想让母亲打BNT次世代疫苗 所以台湾就应该要有BNT 莫德纳的不行 举例她的母亲也想做做看 商务仓是什么滋味 但至今带她出国都只能做经济仓 也还原当天郭台铭说法 是她自己承诺BNT再订三千万计 现在却要政府买单 各说各话 无疑疫苗风波穷演 而绿营现在败选也要抓战犯 倒起了内讧 前立委蔡适应说 要蔡总统做太上皇 引爆了争吵战 切意到一度标出口 不会别的都是为了自己 脸书上的那篇检讨文 因为蔡启方建议总统退位 当太上皇被质疑是逼宫 但让她更不悦的 还有儿子蔡逸宇的解读 第一检讨什么人 就是我们的众招科建明 不敢打的 在欧白打 打到大家对民进党有够演起 第二就林志坚 论文的事情好好地说 好好地处理 要用选择 后来就要专董帝书 专董帝书 他说第三检讨就叫蔡逸宇 做到中生委 说的事情都不敢说 在那些鬼畜的 可能是 就是大家都合流对他去 就在那里 我从来没有讲到柯建明 柯建明也不是什么战犯 在我文章里面 我从来没有提过 没有拯罪人 否认儿子蔡逸宇的战犯说 蔡启方说他检讨的是制度 难道真正认为 柯建明和林志坚本人是战犯的 是蔡逸宇自己吗 你自己有觉得柯建明总统是战犯吗 我们签到签过了 文念蛮赞成爸爸的说法 现身立愿的蔡逸宇很低调 而且似乎要避开爸爸 蔡逸宇受访同时 蔡逸宇选择待在没登记 发言的交通委员会 至于被点名战犯的柯建明 隔空返席 若我和林志坚两个去战所示众 都可以解决这一切 那我 可以啊 大概就如此 再次重申 少慌怕 多做事 大家都明白人 柯建明 美在怕 TVB新闻 耶诞节到处计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要出访美国 在华盛顿跟美国总统拜登 会晤之前 他也会发表演说 但人还没到美国本土 五角大厦去送上了耶诞礼物 要再度提供 18亿美金的大规模军援 都还没开口 就听到远方传来炮声隆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大胆挺进 现在战火最激烈的巴赫姆特 慰绕前线士兵 从头到尾爆炸声 没停过 泽伦斯基还从士兵的手中 接过一面写了许多字的 乌克兰国旗 这时候泽伦斯基的回答 似乎已经先爆雷 自己接下来的行程 就是离开基辅 出访美国 稍晚美国媒体就报道 泽伦斯基要出访的消息 但是并未获得官方证实 直到台湾时间周三上午 随后泽伦斯基才在 推特发文写道 正在前往美国的路上 并且预告会害 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以及到国会演说 这才确认 泽伦斯基将快闪访问华府 而这也是开战后 他首度离开乌克兰的 外国出访 这一趟出访时机 恰巧正式乌俄开战满三百天 根据美国媒体Axios报道 这一趟访问是拜登和泽伦斯基 在12月11号通话时所谈到的 直到18号才敲定 考量到泽伦斯基的人身安全 一切高度保密 直到他出发后才对外证实 却有此事 而泽伦斯基这一趟到美国 还准备带回耶诞大礼 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爱国者飞弹 在乌克兰不断开口要求之下 拜登终于点头答应 现在两国同意会在第三国 秘密训练乌克兰士兵 如何操作这一套系统 还有台湾之前一直想要买的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 乌克兰也会拿到 白宫官员直接呛俄罗斯赶快撤兵 省得兵力武器人才两师 只是就在此时 俄罗斯也大打外交牌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接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 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谈到俄乌战争 习近平表示希望双方克制 并且用外交政治手段 来解决乌俄冲突 似乎有意让情势降温 而回顾乌俄开战300天 今年2月24号 俄罗斯发动侵略的第一天 就想直接炮轰乌克兰小岛蛇岛 乌军直接用五字脏话回呛 这一骂激励全国顽强抵抗 CN记者如今独家挺进 因着位在黑海的重要小岛 我们真的被拖开了 但我们需要拿到小船 因为我们必须退出 俄罗斯联络航船 为了不被俄军的侦察机发现 得搭最多只能坐六个人的冲气快艇 而且 每一步都得走得小心 因为乌克兰虽然重夺蛇岛 但是俄军留下了大量的鬼雷地雷 未爆弹 士兵手机不敢开机 因为一开机就可能在40分钟内 被俄罗斯飞弹锁定轰炸 这里现在犹如俄国军武焚场 被打爆的防空系统炸得焦黑的直升机 满地残骸 与世隔绝却是掌控黑海进出的 第一道防线 乌军死守 不再让俄罗斯扭转寝室 TVBS新闻综合播放 而新颇美军军援当中精准炸弹导引套件备受关注 究竟它可以发挥什么样功能呢 作合 好 俄乌战争发展到现在十个月的时间了 现在美国又说要来加大军援乌克兰的力道 显现这场战争在断气内 还是没有办法画下休止符 我们来看到华盛顿邮报 它就先揭露说美国有消息人士就透露说 要军援乌克兰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而且还提到说 会让现有的传统弹药变成是精确导引炸弹 另外一部分 现在美国也说是提供乌克兰JDAM 不过说不用太担心 因为没有局势升级的这样的严重风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说是这个JDAM 它的射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 比较类似M982神舰精准导引炮弹 不过相比而言像是海马斯火箭 它的射程就是比较长的 再加上这款系统 他们其实是需要军机来投放的 面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其实使用这款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挑战 而这个相关的军援计划 说是会在下周三就会来宣布 当中包含的是五角油大厦库存 十亿美元的武器 另外还有是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 有八亿美元这么多 而乌克兰有美国军援 普清也宣布要部署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 这也是首度在实战上使用 而俄国的天然气管线传出爆炸 战火显然是有增无减 三天两头就公布军演片 俄罗斯为了强调自己没被孤立 继续找来白俄大受军事肌肉 采访问完白俄的普清 一回国又大张旗鼓办颁奖典礼 表扬四个占领区的亲俄领导 普清随后在演说中坦承 这四个地方确实情况艰难 今年九月俄罗斯顾忌重施 在四区举行入俄公投 纳入版图 没想到还是遭遇苦战 得撤出赫尔松 为了不再败退 普清下达监控令 放话要揪出所有间谍 到底现在的普清 怎么想他的前首席经济顾问 这样说 普清将俄乌战争升级成与西方的对抗 俄罗斯也确实很能撑 经济层面影响不如预期严重 像是中国大陆就在经济上帮俄罗斯一把 虽然没有提供军援 却继继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 21号起还要一连六天在浙江州山至台州海域 举行联合军演 本次演习课题为联合维护海上安全 中方参演兵力来自东部 北部战区海军 解放军方面有导弹驱逐舰 包头舰 还有济南舰等等 俄罗斯则是调派瓦梁格号等四艘船舰参加 试图彰显在海洋上 俄罗斯不孤单 至于欧洲方面 也极力想抑制战争下 酿成的天然气价标涨 欧洲能源部达成协议 将天然气价格上限 设定在每兆瓦时180欧元 只是效果如何 有待观察 加上热是不太重要 俄罗斯的预计 像油和油的预计 刚才说 预计的预计 预计预的预计 预计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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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预计预 预计预 很多人 这就是预计预 确计预 并天雪地中 爆出剧烈火光 就在欧洲 持续为气价烦恼的同时 俄罗斯又发生 天然气管线爆炸案 还酿成三死 爆炸地点 发生在俄罗斯 楚瓦时共和国 沃瓦河以西的 卡里尼诺村 这条1980年代 建造的管线 是俄罗斯天然气 进入欧洲的 主要管道之一 目前还不清楚 爆炸的原因 不过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表示还是可以 透过平行管线供器 强调天然气的流量 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TV新闻 这位关注阿根廷 在氏族夺冠 秋安梅西跟队员们 本来要搭着敞篷巴士 进行八小时的 首都封王游街 但是人多到失控 最后是改搭直升机 绕首都 武装警察边跑边发射橡胶子弹 另一边水炮车出动 大批军警摆出盾牌阵 和失控民众紧张对峙 地上瓶罐一捡就丢 甚至有人强拆商家铁门硬闯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房间被广场完全失序 球迷嗨过了头 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 阿根廷的足球英雄们 捧着睽違36年的大力神杯 光荣回国 周二胜利游行 全国放假一天 球员们在露天胜利巴士上 穿白色T恤 脖子挂金牌 今天轮到决赛 攻进一球的迪玛丽亚 爆大力神杯 梅西则把国旗当围巾 手上忙着拿饮料 享受夹到欢迎 梅西和队友耍帅玩自拍 欢乐气息从巴士上 蔓延到马路两旁 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只要站在同一区 就能一起上下跳过不停 大家从周日决赛后 狂欢就没停过 阿根廷媒体估计 现场一度有四百万人 挤爆布宜诺斯 爱丽丝的马路广场 和高速公路 不只跨越年龄 距离国籍都不是问题 球迷当然也不忘 两年前过世的上一代足球传奇 走几步就能看到旗子海豹 缅怀马拉杜娜 不过越靠近坊间杯广场 人群更密集了 CNN记者站九楼 也快被广场上欢呼声淹没 更不用说胜利巴士 已经被球迷包围的寸步难行 几十名黑衣维安人员 冲上前护驾 因为大家为了一堵 梅西这帮球星的风采 连天桥路灯都敢冒险攀爬 甚至还有疯狂球迷 从天桥一跃而下 跳上车 眼看场面越来越失控 车队根本没办法照原定计划 抵达坊间杯 只好出动直升机 把球员们载到广场上空盘旋 感谢球迷支持 就在胜利游行后 梅西马上搭机回家乡 罗萨里奥 一样受到英雄式欢迎 从罗萨里奥到布里诺斯 阿根廷全国上下 弥漫欢乐和光喜 等了36个年头在场夺冠滋味 整个阿根廷终于也不用 再为兵败士族而哭泣 而这冠冠军得来不易 梅西赢到了这金杯开心的拥抱入睡 照片也曝光了 交给作恒 好 世界杯的冠军战 真的是非常扣人心弦的一场比赛 因为相当的紧张刺激 那最后是由阿根廷夺患 那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的 就是这个明星球员梅西了 我们看到这个金杯可以说是得来不易 所以他一拿到的当下 不只是先摸摸了这个金杯 甚至是还亲吻他 他自己也说 其实已经很想亲吻这座奖杯很多次了 梦想非常久了 那现在终于拿到了别无所求了 那随后他也带着这个金杯 要回到阿根廷 接受非常多的阿根廷球迷的欢呼 那当然有人戏称说 如果这个梅西的太太 要求他抱着这个金杯入睡 他可能也是相当的乐意 会像这样子抱着他 那其实这个氏族杯的金杯 他也非常的有一些故事性的 我们来看到主要是分为两种 在1930到1970年是雷米金杯 那时候巴西有三夺怪 本来是可以永久保留的 可是没有想到 在1983年就被偷走了 至今还是下落不明 那么现在使用的是这个大力神杯 1974年开始启用 它是18K金加上两层绿色的孔雀石 在这个金杯的底部呢 可以科制夺冠的国家以及年份 那主要是由非法来永久保留 不过呢夺冠的国家队 他们是可以收到同志镀金的这个仿制品 让球员们可以带回家做纪念 我值得关注的是 社群上出现大量谢谢梅西的po文 感念他拼搏精神 因为梅西真的不容易 克服了侏儒症 坚持还有忠诚的人格特质 让他在球迷心中都有一席之地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瘫痪了 因为举国上下等了36年 终于见证由梅西率领的国家队 在世界杯赛场上拿到久违的冠军金杯 满坑满谷的球迷挥舞国旗 聚集在道路两旁迎接球员凯旋而归 尽管有警车开到 仍旧挡不住热情的阿根廷民众 想要亲眼目睹英雄们的风采 阿根廷民众又挑又叫陷入疯狂的庆祝活动中 毫不掩饰他们对这座分量十足的冠军杯 究竟是有多么渴望 前国角贝隆当然也不能免俗的 要向国家队祝贺 尤其他认为梅西能够一元氏族冠军梦 是为永不放弃这四个字 做出最佳诠释 我认为他不需要这些词 但是因为他认识他 比较竟然是比较竞争 我需要让他能够 让他能够全世界赛 赢了一个世界杯 我今天就做了 我真的觉得他们破坏了 他们都给他们说 不但有来自于前辈和广大球迷的肯定 就连梅西故乡的民众 也对这位小时候 曾经不被看好的足坛天王 印象深刻 梅西的坚持不但展现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 各位球迷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和妻子安托内亚深情相爱21年的浪漫故事 梅西总会在媒体访问中 不断提到安托内亚为他带来的能量 也不讳言对妻子的浓烈爱意 在写给安托内亚的情书中 梅西总是赞美妻子是一位了不起的伴侣 而且体贴入围 在梅西眼中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和安托内亚相提并论 尤其当梅西在球场上遭遇挫败之后 安托内亚总能以最合宜的相处之道 让梅西放下压力 从输球的沮丧中重新振作起来 如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安托内亚总会带着孩子和亲友坐在高层看台上 为奋战中的丈夫加油打气 对梅西在球场上的好表现正必欢呼 间谍情深的两人就这么一路坚持下来 终于等到一起坐在世界杯冠军颁奖台上 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誉降临 在拉延中的夜已经去年纪尔 它们下期都下延传了 都 都 大问题 特别的国家 我们之后 都持有余的 游战 足球是一游戏可以带你最糟的记忆 而这就是让你忘记了所有的东西在这段时间 梅西在这次世界杯上 以行动诠释了永不放弃的意义 不但为球员生涯的荣誉 补齐了缺席16年的最后一块拼图 也说明了在现实生活中 或许追梦圆梦是如此的遥不可及 但是只要愿意尝试 凡事都有可能 TVBS新闻综合报道